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就绪 首尖英雄联锋 龙珠直播奠近女神邀请赛 八强决赛 第二场BO3 即将拉开序幕 好的 欢迎回来 刚才也看到了两支队伍采访的片子 其实在被复活之后 他们还是蛮开心的 对 肯定开心 有这么多人支持他们 被复活就证明是一个人气的肯定 然后再加上还有那么多粉丝 期待他们打比赛 而且也比较巧 两支复活队伍抽到了一起 对 我还以为是特意安排的 这是抽到一起的 抽签的呀 这当然是抽签了 就是命运的对决 命运的对决 真的是命运的对决 然后大家应该也发现了 我们本次四强赛的对决 其实都挺有意思的 那除了今天 明天还会有两场这个八强的比赛 明天小燕也会陪大家一起看 你别笑得那么开心 你为什么这么开心 因为我觉得明天的比赛 会更加胶着一些 对吧 更加精彩一些 所以说 有道理 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明天一起看比赛 那先说回来今天这场比赛 其实 BABY TEAM跟EBB两支队伍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他们的个人能力不算是队伍中很强的 他们个人能力其实都还一般 但是 明显是因为大家认识的比较久 打得也比较久 团队配合能力还比较强 那所以团战是算是他们比较优势的地方是吧 对 而且两支队伍就是比起刚才的两支队伍来说 个人之间实力差距更小一点 所以说实力差距小的话 比赛就会更加激烈一些 那究竟谁能够抓住今天这个机会 然后再加上 因为之前两支队伍在 就是上一轮他们每一套才的采访啊 都表示就说自己在听说这个比赛之后 练的时间也比较长 我们比赛跨度也比较大 大概从开打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半个月了 所以说 能不能在这段时间里更上一层楼 因为应该大家也知道 就是你平时自己去打一打 跟五个人集中在一起训练 其实是效果完全不一样的 对 而且这两个战队的妹子们 不管身材还是颜值啊 都是比较高 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就一边是身材比较好 然后一边是颜值也很高 对对对 所以我是觉得之前 刚刚来解说女神邀请赛的时候 我就说过 就是女神邀请赛这个 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 以前就是把摄像头那块 基本就屏蔽掉 你知道吗 就直接看上面了 然后现在是大家就 狂盯着摄像头 然后当时我 说出了男观众的心声吗 没有我记得当时 有一场比赛是 王傲他们在解说的时候 我在家看 然后有个弹幕就说 导播你能不能把摄像头调大一点 就把游戏画面放到底下就可以了 所以你把摄像头调到 那个最大的节目行 也蛮有意思的 而且女神邀请赛 作为咱们首届的女子比赛 其实还是有蛮多 很新颖的东西的 比如说才艺表演 对的 比如说大家在观看比赛同时 还能欣赏到我们女神们 这个作战的英姿 是吧 像刚才那个出场 也是比较特别吗 对啊 作为一个女姐说 你有没有兴趣参加这样的比赛 我没有自信 跟像阴魔这种 大长腿站在一起 人家感觉比我高出两个头 但是你可以以实力取胜啊 对不对 作为一个守残选手嘛 我觉得 哪个队需要辅助 我可以上去顶个班 其他位置的话 我就不拖累大家了 好 来看一下选手介绍 西法一BB的上单 哎 刚经常打了个招呼 笑得很甜啊 西法之前的比赛当中 也尝试了几种不同的上单 无论是人马呀 包括大树这种呢 看一下今天会怎么拿 而且经历了这次比赛之后 我发现很多妹子其实有这样一个特点 就是她们本来不是打这个位置的 很多都是因为 为了团队 然后去练的是吧 对对对对 因为很多女性玩家 可能平时比较习惯打辅助 或者打 我觉得中单跟辅助 还有AD都挺多的 对 但是上路和打野可能比较少 没错 EBB的打野选手 程晓英 之前连着玩了很多局九筒 我觉得能玩上单单打野的妹子 一般来说确实是对于实力上还是很有追求的 对 尤其是打野这个点 其实打野这个点 满寂寞的 第一是满寂寞 然后第二是说这个点 对全队的配合度的要求很高 对 EBB的中单 庄义亭 16- 刚才好像那个 双方的介绍短片里面也有提到说 对方对他的中单实力还是挺认可的 对 今天看一下会不会限制住一些他的英雄 刚才那一场是让 雅典娜拿到了艾克 两次队伍今天会不会对艾克这个点 稍微的抢一下 反正这个点我是觉得你要是会用的话 在这个版本是很占便宜 无论是你打比赛还是RUNK里 你会用这个意思真的很占便宜 RUNK里还是经常被搬的 进去打字吗 别搬艾克 我要拿 EBB的AD选手 苏小暖 跟我名字只差一个字 是不是很亲切 是的 你可以跟他组个下落组合 对对对 他打AD的嘛 是的 好像是可以的 而且这个版本 妹子青睐的ADC 有几个在场上效果还蛮好的 因为我发现一般女性玩家 比如说女警 就比较喜欢那种漂亮一点的 金克斯 对 我发现女性玩家比较爱玩这个 EBB的辅助 露露之前在比赛中 其实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纳美 他在第三轮 包括第二轮冒号赛的时候 纳美的几场表现 无论是Q竞的释放 对还是这个反手大招 都玩得不错 也是一个比较爱玩这种防守型辅助的妹子 我发现爱玩进攻型辅助的女性玩家不多 我以前也是很爱玩防守性的 但是你越打到后面的话 可能我性子比较急吧 现在就是如果不是跟认识的人打的话 我可能都会选择进攻型的而不会选择防守型的 因为可以去游走 因为以前的版本你知道吗 最开始打的时候 辅助基本上是从来不离开线上的 就是说现在就是无速鞋去游走 对 BABY TEAM的上单 陈老师 其实这次女神养领赛 在辅助这个位置 妹子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她们不爱抢牛头 牛头 说实话就是我玩这么久辅助 是我唯一练不好的心 对就是这样 因为我之前跟很多战队 就是这次战队的辅助全场交流 我说你为什么 因为我跟孟南比较熟嘛 我说你怎么不玩 他说不会 就简单干脆不会 因为说实话 这个英雄你原地WQ比较容易实现 也要看你手速 但是移动的单位 你WQ很容易失误 就二连很容易先顶开 然后再Q 野猪 野猪也是之前被各位微博的网友投票 投到了这个人群女神上面 并且拍了一段VCR 对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去我们这个女神要紧赛的直播页面 去寻找一下 野猪也是出任打野 上个版本 猪妹玩的很多 但这个版本猪妹被削了 他的ID叫野猪的话 他应该蛮喜欢猪妹这个英雄 对 他猪妹玩的还很多 Baby Team的中单 柯莉 常用是瑞文 看起来也是比较霸气的一个妹子 喜欢玩瑞文的一般性格 都还是蛮霸气的 你别说 但我认识很多女性玩家都爱玩瑞文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英雄 首先男玩家会喜欢玩 因为是爆拍又高又容易秀 我就特别不爱玩 因为我玩不好 女生的话 我觉得应该也是觉得她很帅吧 我就完全不会玩瑞文这个英雄 这边是他们的AD选手 Baby Team ID叫奶奶 占我便宜啊这是 每次叫ID都要 简直占我便宜啊 这就跟原来什么玩游戏 占我两个辈分是吧 玩游戏原来有一个人 ID叫什么你爹居然 然后我不太理解为什么 结果有一次他复活我 他复活我 你爹居然想复活你 是不是接受 当时整个人都傻了 Baby Team的辅助选手 Linky 索拉卡 最近索拉卡在我们RUNK里的上场几率也变得非常的高 这英雄我现在已经选择把它搬掉了 很毒瘤 特别恶心 这个英雄现在 就是你下路除非是你配合很好 已经眼神发直的观众 看呆了已经 就是你现在如果有一个比较强势的下路组合 或者两个人配合比较好可能还行 但一旦你给他一点点在线上不停恢复的机会的话 索拉卡是一个特别恶心的点 之前的话 小龙女也拿过索拉卡去打下路 今天两支队伍看一下在阵容上的选择吧 而且 他们在参加比赛的时候 Baby Team在被淘汰的时候 比赛版本还是5.10 但现在已经来到了5.11 所以说在新版本 这是他们的新版本第一场的比赛中 有没有一些变化 比如说像野猪之前比较爱玩的这个猪妹 在5.11是真的遭到了血弱 5.10只是说了说 他那个文本改动说了一下 但是设计师没实装 对 版本里面提到了一下 但是第二个版本里面是真正改动 设计师的锅 双方BP上来西法 在班人方面先搬掉了陈老师的赛恩 而反手也是吧 战战志颖两边的上单搬得非常多 大树也搬掉了 咱们现在上单能上的还有纳尔兰博跟刀妹 哦 他们练的上单感觉都还挺常规的 嗯 就现在版本主流的上单 泰坦其实现在也可以打上单 对 搬了四个上单 昨天 昨天coro还玩了一句我记得 最近上单泰坦出场率还是挺高的 是的 而且这个英雄在支援方面非常不错 因为他手上控制很多嘛 有点类似于大树的定位 对 比大树硬一些 在前期的时候 但是团战作用可能没大树那么大 呃 酒桶也被搬掉 之前炸弹人 啊 确实我记得这个 呃 以BB中路之前玩过去吧 炸弹人 效果也还不错 炸弹人被搬了 我们不应该欢呼雀跃一下 有道理 毕竟是足流英雄 其实 曾经的足流 就每次看到炸弹被搬 呼声最高的是毛哥 每次毛哥一看到炸弹被搬得特别开心 搬掉他自己他开心什么 为什么是他自己长得像是吧 喂 你盯着炸弹人看一下 你真不觉得像吗 你摸着你的良心说不像吗 你好好说是吧 啊 这边搬掉了 拿到了猪妹呢 也是抢掉了野猪非常善用的英雄 敏弓之怒色装尼 但色装尼这个版本的削弱 蛮致命的 说实话 雷克赛 这也是版本很强的打野 呃 其实也要看他怎么打了 因为他如果真的就是一个坦克定位的话 血点伤害对他来说影响不大 我觉得他大招放得好 猪妹原来其实真正就是我们觉得阴吧 是因为他出肉装到后期还有伤害 啊 对的 对 这次削弱的话蛮致命的 呃 雷克赛的话就是依然是一个 不知道为什么削了那么多次 但是依然能够在当前的食物链中 活下来的打野英雄 无论是对荣渣的适应 还是说他自己技能的泛用性 导致他依然是在T1的位置 稳稳地做出了这个位置 我觉得他有地听术的话 不管怎么样都会有人用的 地听术我觉得还好 主要是他的那个 嗯 大招被动加攻速的那一下 太厉害了 就等于你点大招有一个主动的位移 你还给你了一件装备 现在大招的加攻速的被动效果非常不错 哎 拿到了露露非常擅长的纳美 看一下baby team的三四手选择 西威尔这个点槽 要不要选一个上单英雄去配合西威尔 现在这个版本上大树很好配 但大树被扳了 所以说上单能跟西威尔配的话 在现在的场上纳尔 纳尔可以跟西威尔配合一下 哇 石头人 这简单粗暴 这更简单粗暴了 按键石头人这个版本还加强了 对 他的被动 现在是一个恒定的提供护甲值 对 然后他W的伤害 还有一个主动效果 嗯 他W的这个主动效果 也变成了一个恒定的伤害者 而且他W现在变得很帅 他W开完是那个双手合十拍巴掌 然后地上会有提亚马特的效果 特别的帅 金克斯 因为对方中单没出 所以说EBB这边想拿中单莫干纳去打 就是不被你counter这样 莫干纳确实蛮难被counter的 对 这个想法其实蛮有意思的 因为中单和莫干纳 打谁我觉得都是那个道理 而且莫干纳挺counter女坦的 角跃女神 对 角跃女神 锁掉了 Baby Team的中单是拿到了非常暴躁的角跃女神 那中单莫干纳去对上角跃女神之后 其他路的队位分别是打野的雷克赛 以及朱妹上路爱瑞丽亚打石头人 然后下路组合金克斯加纳美以及西威尔加上女坦 就明显Baby家族这边就是强开 超团战非常暴力的组合 而且Baby Team这边就是他们在对线方面 其实上中两路都不是特别好打 下路因为对方的莫干纳是在中路 莫干纳还带了个虚弱 最后一秒换了个虚弱 但左边的话我觉得他带虚弱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他本来线上就打退线嘛 他也没什么太多机会单上这个角跃 他如果带虚弱的话 他们挺适合这种打宝金克斯的 看起来他们还是挺信赖自己AD的实力的 是的 导播每次这个切入选手的镜头给的都特别 就每次趁人不备是吧 就是我的意思是他切回选手这个镜头啊 而且这一手带虚弱我觉得还挺聪明 因为脚越女神本身对莫干纳的威胁不算特别大 因为你凸脸被Q到的几率有点高 因为你如果首先是你儿到脸上被Q到不错 就算没Q到他有黑盾 你拉一下不一定能拉到 然后再带一个虚弱的话 就等于这是一个双保险可以说 很难很难在中部形成机上 而且脚越女神这种英雄的话 基本上比较吃游走 然后莫干纳能够很快地将兵线推到对方塔下的话 你的游走压力又变得很大 在虚弱的话打团战的时候 对金克斯的保护以后更好一点 那这场就最关键的点就是这个金克斯的发跃 是的 而且EBB在 我想起来的 他们在冒炮赛的最后一轮 就是他们遗憾被淘汰那一轮 就是他们中单最后一局玩了个莫干纳 然后那一局打了50多分钟 他的中单莫干纳打到后期的话 有一波团的大招放得很精彩 拴了四个人打到一波团 但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这名选手在后期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有点犹豫 因为当时他们打到最后一局的时候 他的莫干纳有一波团没放出大 精神大招都没放出来了 就被杀了 对 他就想找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就有一点贪想搭更多的人 对对对 太犹豫了 所以一定也要注意 这种团控器呢 很容易就有时候会这个样子 比如说什么发条啊 石头人啊 都是容易搭更多的人 然后错过了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是 但是EBB这边打野 我记得那天我看 他还完成了一个成就你知道吗 什么成就 就是他出面大了五个 哦 这个还是挺不容易的 对 就他上周的猫猫猫赛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他猪妹大了五个 然后那天我开玩笑 我因为那天下午 他猫猫猫赛打了四局 最后是非常非常遗憾地被淘汰了 然后他们四局里 一个是猪妹大了五个 一个是莫干纳大了一个五个 就奥运五环 哇 那如果这两个能配合起来的话 特别是中单猫猫赛 效果应该挺好的 是的 而且今天BB team应该也是有备而来啊 之前在选选赛的阶段 因为人员变动 以及选手的这种个人因素 没能完成比赛 今天被投票复活之后 势必是怀着一个 要继续往前打的这种心态 看看两支队伍在碰上之后 谁能够在粉丝把他们复活之后 更前进一步呢 这两个队伍人气都很高啊 好 那两边选手已经进入第一场比赛 咱们赶紧来看一下 八进四的第二场 DO3的第一场比赛 八进四的第二场比赛 好的 第一届电竞女神邀请赛 八进四的第二场比赛 BU3的第一场 蓝色方 EBB 红色方 BB team 两支队伍都有我们的粉丝投票 进行了复活 那谁能够在复活之后进入四强呢 有个暂停 其实一上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一击团是不可能打的 两边这个阵容 而且 一会儿 对对对对 我也看了一下这个问题 好像是金克斯跟这个莫干纳的位置 对的 对一会儿需要 因为我习干心的看中路的装备 发现出了个多蓝键 对对我刚才也愣了一下 所以希望导播一会儿给换一下 而不是看起来太难过了 再加上我是觉得 对于BB team来说 他们选的这套阵容 如果能够在中期 因为他们有希威尔嘛 现在希威尔这个点大家都懂的 如果能够评见希威尔在中期的 这个狩猎大招给的加速 多拿到一点优势 其实这个比赛对他们来说 团战是很好打的 就是看一下前期对线 尤其是我更担心的是 莫菲特去打爱瑞丽娅这个点 会不会不好打 反正以前的版本的话 肯定是很不好打的 但现在十多人加强了之后 我自己还没有去体验过 但等会儿线上效果怎么样 实际上被加强以后 还挺有意思的说实话 而且这个英雄向来是一个 他W现在是个 法术加成的物理伤害 对然后他是一个 我们这还挺特别的 是一个看起来蛮帅的 这么一个东西 哦 这皮肤也挺帅的 其实英雄联盟里这种 法术加成的物理伤害蛮少的 还有什么 甲克斯的W 雅索的E 雅索的踏前斩 也是有法强加成的 两边打野方面都是选择 一个正常的BUFF开 好像现在看女神比赛里面 下路一般都不吃 不吃小怪的 嗯 我感觉现在是因为这个版本啊 从打野的动线上来讲 嗯 两边都希望能够让自己打野 更快的把BUFF打完 所以说没有选择吃小怪 现在吃小怪的话 也可以 其实有些这有些组合 还是吃小怪比较好 就有些组合 比如说二级那种很凶的组合 吃小怪的话 就像这个组合 女坦加轮子吗 对 因为他一级 一级女坦很弱 而且这边推线是推不过的 然后二级又很强 对 我觉得这种组合 就挺适合吃小怪的 反正这边推线 推不太过 金克斯 女坦这边上来山羽之龙 没有上去 诶 这样推线就推不过了 金克斯上来那个鱼骨头 轰了两炮以后 冰线马上就过来 诶 雷克赛 怎么一切过来 血量成这样 好伤啊 是吧 对啊 我有点诧异 其实不太应该啊 应该是一直没磕血瓶 一直没磕血瓶 啊 果然是 一直没磕血瓶 刚刚下路也是一直在帮打了 嘛 上路的熔烟巨兽 还是一个多蓝戒的出门 这样的熔烟巨兽 其实 必须得补双多蓝 就你多蓝戒的话 你一定要补双多蓝 因为你这样 单多蓝会面临 线上没蓝的问题 嗯 里面打野上来都是发育 但零赛这边更多的是 打掉了 四鬼这个点 然后再去打红 那猪妹第一波选择 应该是这边 是奔螃蟹而去了 我发现现在就是 诶 只到了Q到回声 刮到露露 给自己一个W 二级学的是E技能 没有反手的Q 这一波被换血 换得有点难过 他可能是因为觉得 金克斯在贴到这个炮形态的时候 有更好的射程 所以说 二级学了这个E技能 他冲路 在下路这波的话 跟他妈也是没蓝了 是的 下一波没有什么技能能耗了 诶 猪妹这边 Q到 再接Q Q到 可能要交闪了 这个位置 有红在粘 再交闪 但这个闪的位置不是特别好 猪妹没有跟 死了 红buff的伤害 最后收掉了 角跃女神 还被减速到了 不是 我感觉他那个闪 闪得有点近 就是你闪现是可以再闪 远一点的 应该 你是有点着急啊 石头人刚才是回家 直接踢回来 买了一个布甲 可能也是没想到 猪妹这么早来干 照理来说 应该是雷克赛的一波干 猪妹主要去刷 这个Q Q到了 女塔 但是 伦子妈也走开了一点 没有就耗到两个人 是的 我是觉得 就是石头人在打 爱瑞丽娅的时候 出这个护甲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虽然你一技能 是有这个护甲加成的 但是大家都懂得 刀妹开W以后 真实伤害 是的 的护甲 其实燃并软 血量是最实诚的 打这个 爱瑞丽娅的时候 还不如去补一个双刀兰戒 反正石头人跟 呃 女刀肯定也不是想要拼线上 主要是打团 看他大招放怎么样 看这边补刀被压得有点厉害啊 这一波兵塔下 我觉得有点难吃 而且这石头人应该是个AP浮温 W一开 好 看出车 但是被推线 确实是要漏不少灯 是的 石头人这个兵线进塔以后 太难过了 诶 东北这个位置应该是没看到 但这波 说说说而已的 你过来蹲很难跃塔的 东龙野猪也想看一下 莫甘娜有没有机会 上去装一下 勾引勾引勾引 还在追 Q起来了 反身意到这个意识 跟极限距离的意识 应该是要闪现了 这波还不错 对演得很好 这肯定是要勾引你上来打的 是的 哎呀 为什么我在底下看到了 熟悉的面孔 对 难道各大战队也很关心你此赛 想要关注一下有没有值得 指到了露露 夹子放过去 被对面的西威尔顶折 这最亏的 就是你打辅助 然后对面AB的打你AD 有西威尔赶紧切机枪 一技能做一段减速 命中了 但还好加速提供了 治疗提供了一段加速 还好还好 刚才是西威尔的那个 一技能挡了夹子 虚弱加大招直接套上 这边想抢一个六级 尾身再Q到一回来 但是爆发不在一个档次上 而且刚才那个炮车狂 哎哎哎要死了 走出去了 三十滴血 莫甘娜W的伤害是被削过的 是的 这边应该是主W的吧 我中单莫甘娜不可能主Q的 在1到 上路石头人是没有闪现的 中单肯定都是主W的 刚才虚弱的时机放的有点早 说实话 就是下路再次 拼得好鸡的呀 哎法力护盾没有挺到 这个盾躲了一下Q 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 这个闪现没什么用 被点燃了 对 这个闪现是个死亡闪现 吉克斯起飞 最后一下鱼骨头 还好是女坦 天生比较硬 因为下路打得挺强似的 对 我是觉得刚才 莫甘娜其实如果那个 虚弱是在大招效果结束之后 交掉是有机会杀掉的 因为大招本身是带一段减速的嘛 然后马上就要晕到 情况下那个虚弱没有太大的作用 虚弱现在是有一个减40%输出的 这么一个效果 如果大招完了 女坦对拼 这个脚跃对拼的时候 再给上虚弱的话好很多 脚跃第一件也是做到了魔抗斗方向 对就是因为他出了个魔抗 所以莫甘娜本来也不算是那种 爆发特别高的一种 刚才能一套打完已经没有技能了 对 关键这英雄 你说推线又快又难以被针对 你再有爆发 对 这种英雄没法玩了 不合理了已经 其实这种英雄出现过的 这种英雄出现过的 就难以被针对 然后有倾线 然后又有爆发的这种英雄 是在重做以前6级以后的卡萨的英雄 就是这样的 就他很难被针对 因为有R 然后他又能推线 然后还有一套非常非常恶心 让你无法还手的爆发 推线 大部分来说 我还是比较赞兰 推线还好吧 像 妖姬 妖姬 对 就是最强势时候的妖姬 是自从大家发现 主W可以推线之后的妖姬 就是很污你知道吧 因为当时 大家组Q以后 发现就是妖姬怎么强 W明火 Q玩秒了 然后拳头一看 不行Q伤害太高 又把Q开始削 削削削 大家发现就是 发现 以前妖姬的特点就是倾线慢 对 那后来发现W可以倾线之后 大家主W 所以我说最污的是什么 就是 W是一个AOE 然后拳头削到最后是 你发现 W的面板伤害比Q还要高 然后Q是个单体 那这样为什么要主Q呢 然后大家都纷纷开始主W 然后又发现这东西 又能推线 主W又灵活 当时满级的W再加上减CD 各种三秒不到四秒的CD 结果 现在好 这下路被对方领先了一个大剑 是的 直接开大招 Q上去 这波因为只有一个耀光爆发 不是很足 石头人一直在被推线 补刀被压了好多 而且三步甲的出装 应该是要直接做冰心 但三步甲在面对 艾瑞莉亚的时候 作用真的不是很大 而且他这样出装的话 灯尔 打团的威胁 其实也比较少 E啊 可以靠E 你要说早期打团 肯定是看石头人大招了 是的 就我觉得他这套最理想的是 女坦跟石头人控好 然后脚越进场 脚越这个阵容 如果先进场 其实有点危险的 脚越一般除了先出中亚的那种 队友可能都没强开 强行要靠自己 强行拉一波 要不然都不会第一时间进场 他们有女坦开团 只是现在下路被压了 也蛮难受的 还有补刀上差距不大 之前尾神那个灵光一线 出灵风的角落 这个都是选手不忍特色的 也蛮有意思的 对 那个赛过来 哎 顶起来 这是一个顶夹闪现 绕过夹子 西文有狩猎 苏翔暖这边是 被红MAP减速 但还好有治疗 回身反打 交TP了 下来的是一个 8级的艾瑞莉亚 艾瑞莉亚下来 给上虚弱 一刀 给上治疗 女坦回身抢 反打 超级的三位 收掉之后 金克斯起飞 角落过来 石头人也下来 一个大招 留住的是露露 纳美这边交上闪现 角落这一吸没吸到 手雷放的还可以 石头人要死了 哎呀 最后一家防离塔 应该是收掉 金克斯起飞 回身 莫甘娜过来 这个QQ到角落 而且同时还 虚弱后边的这个 哎 死亡闪现 后面的话 起飞的金克斯 还有后面的纳美 金克斯这波收到三杀 这两边是打了 一个五打五啊 到后面 他们打得太贪了 后面 其实我是觉得 石头人那波 都可以不用传了 因为角落下来 收掉爱尔利亚 打一个一打一 直接走就可以了 石头人刚才 还能挥剑补下发育 四打五 刚才猪美都没有在 比赛还是有一个暂停 他们追到塔下 那波的话 已经看到对面中单 已经往下支援了 这波对面中单全技能 而且这波莫甘娜比较聪明 他是Q到脚以后 没管了 就直接前面虚弱 然后给大招是 选择留住对面的AD 因为前面那个 肯定是死了嘛 对 这个时候就先打后面的 而且摩根纳的R 是你就算 他如果贴身R的话 你闪现都没用了 嗯 他那个R有一段减速嘛 比较恶心 更何况 人家还有个虚弱 不过两边支援 应该说 意识都还是不错的 都还是挺有支援意识的 对刚才那波 猪美也没赞 但是确实 刚才打得太靠近 EBB的塔了 所以说在防御塔 收掉 熔岩巨兽之后 金克斯触发了几个被动 然后能够冲到前面 收掉 嗯 你在干什么 刚才一直在切了 难道是领队或者教练吗 我看到他刚才 好像睡着了这样子 最后金克斯 这波是最大的受益者 对啊 超级肥这一下 四个人头 回家大概无尽了 身上2300块 总经济4500块 他已经有大将了 无尽了 无尽了 这下是无尽了 回家直接无尽了 11分钟无尽 主要是这种英雄 他滚雪球能力太强了 特别希望打团战 能收到人头 就是他也是属于 有收割类型 嗯 这个英雄来盟里 有收割的英雄 都是团战拿到人头 以后就会变得 非常的不一样 你像最早的 就是那个版本 非常强的螳螂 也是这样 当时就是为了 刷新自己的宠意嘛 第一条小龙 因为刚才下路 自己取得了优势 所以EBB这边 直接让艾伦雅 来到下路 石头人是没有传送的 老师这个时间点 经济领先 实在是有点 难以帮回 4300块 十分重啊 现在才 是的 直接开拢 路坎EBB这边 把水球滚的给杰坊 压力大不大 我觉得很难 因为现在角跃 刚才选人的时候 我就说了 选摩格纳这点很聪明 因为你拿角跃的话 摩格纳是可以在线上 不停推进线的 刚才我就说了嘛 他们这个阵容 拿出来就是 核心明显一看 就是金格斯 金格斯前期又在下路 说四个人头 就打到中后剧团战 保护这么多 是的 摩格纳虚弱 黑盾 然后纳梅也是 刚才那波也是 给了一个加血 角跃这边有想法 哎呦 直接拉大招 踩在W上了 大招第二段 拉到要被单杀了 主美过来给上 一个寒冰枷锁 人头 是不是摩格纳 最后一个Q收掉 露露上去一个Q 没Q到 但自己也躲开了 角跃的指脚 要回身晕住 西魏看他想反打 这个晕很漂亮 所以应该是要死了 给了一个加血 想换 纳梅买了一口回身 哎闪现 预判了一个Q 但是雷克赛是没中 是的 但给了一个加血 还是追不了了 金克斯这边大招 还好刚才扔掉了呀 不然这个大招 现在轰到塔下 可能两个人都有危险 这波真的是装备有差距 对 这一个无尽轰两下 就发现伤害已经不在 其实刚才那波 我觉得VVT 已经打得很好了 他们的技能是都中了 纳梅第一个Q 就是已经空了 那他们就纯 纯靠输出跟对方刚营呢 对 硬实力这是 啊不对 这叫硬指标应该是 就直接战卢 然后纳梅W好了之后 又加一下 武功再高 也怕菜刀嘛 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蓝buff 这个蓝buff 刚刚复活的角约女神 过来想拿一下 角约现在发跃很不好 刚才中路再次 就被莫干纳配合主 他们也是没想去针对 其实去针对的话 是很有机会的 我也觉得是 这个就算是三打三 四打四都是很有优势的 这个下路刚刚被打回家了嘛 所以过来这边比较慢 中路推线推的也比较前 现在从人头再加上两座外卡 经济差距已经越拉越大了 是的 而且 嗯 就是baby team这边的AD选手 有点 慌我觉得 他这个出装也有点问题 就是 在发育期 尤其是有烈士的AD 在对线补这个730的暴击斗 我们其实是一个性价比非常低的装备 他也是 死了比较多次 可能死的时候回去 钱也不够 就哪怕你补两把长剑 或者 就是补这个 那就是你直接攒钱等 高峰大剑的性价比头很高 这个730的暴击斗 放在对线的时候 一是有点贵 然后第二是他的作用很低很低 还不如买他男之刃的 这样 诶 那美式游走到上路了 五速鞋的 减速一下 技能已经黏住了 是不是要加大招走啊 闪现也可以 我觉得他直接大招啊 大招CD才多长时间 不他这会有传送 他要是用传送大招的话 可能能支援一下 但中路轩是个莫甘娜呀 没有太大机会打起来的 这莫甘娜就是 现在杀莫甘娜没什么意义啊 要杀肯定杀金克斯了 就你多少人推过来 我自归然不懂 塔下一个W轻拨兵 然后你要有想法 我给自己一个E 拜拜 直接踢回线 那这波刀妹赚一个TP 嗯 迟多人还是想先做兵心 哎 这个车 好心疼 没事 直播露车是日常 不过现在那个暴击 文本改的还是挺好的 变大了 对 以前我每次都看不清楚 那暴击数字 现在特别大 我想不看到都难 哎 这 就想抓一波 但石头人好像大招没好吧 雷克赛撞强了刚才 雷克赛撞强了 石头人大招好了 雷克赛撞强了刚才 闪现顶起来 大招大过来 猪妹也过来 大招丢一下 刀妹一直在磕水晶瓶 没有回上来 红buff带走 但是莫甘娜过来 反暴护盾给到 冰中Q到了石头人 陈老师这下应该是要死的 直接拉个大招 人头给到莫甘娜 也是不省了 直接把这个人头给收下 对 但中路这个时候 角悦终于抓了机会 可以推一下这个塔 激进崭新的塔 九成新的塔 刚才雷克赛有一个 很少见很少见的情况出现 就是他在那个 一强的时候撞墙了 这个特别少见 他没一异过去 中路 先减速 没外塔的 角悦往上走 走位躲一下 海潮涌动 看一下 军机死人飞弹 闪现过去给一个W 是的 这个人头 都不用进去死打 拿的也是非常轻松 是的 是的 两经纪八千块了 接近 上路刚才女刀主要也是想卖一下 没想到我雷克赛直接闪现过来了 他队友都快 快过来了嘛 所以想勾引一下 是的 二塔直接被推掉了 一个如此顺的金格斯 在无尽之后 直接转了攻速 斜推塔的速度 也非常快 上路 这波看起来 也是能单人把这个塔给拿掉了 是的 上一波 十多人是传送 已经用过了 这边有三项的 倒门也比较可怕 baby team在开赛到现在的 唯一两次击杀 全部是来自 针对对方上路的 这个艾尔利亚 脚跃现在这个装备真的是有点惨 其实我觉得就是看到对面先手拿莫格纳 后手拿脚跃其实有点不冷静 我们现在来就是我们马后炮一下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东西担心打莫格纳比较好用 或者说你跟他对刷的呀 对啊 就对刷就是你指的就是发条魔灵之类的 但主要是拿一个对刷了跟他的阵容不是很合适 阵容都是冲击性的阵容吗 就适合这个阵容 然后又能够在线上跟莫格纳达不是很吃亏的 那你要这样说以前的妖极楼 那你你你都已经要求这么高了 因为这一手我觉得还是有办法的 说真的就角约这个点 维克多 维克多 都能刷 但是 我觉得维克多推线绝对不输莫格纳的同时 维克多团战上也挺高 线上起码不太会适合 同时团战做的事情 做的事情也可以配合这些 这个版本能上场呢 我觉得维克多是没问题的 就最后一手 而且这样的话 其实从BP来讲 BP这个counter pick没有太多做 其实他们可以拿发条 对啊 就是我刚才说了 要不然你先说是特别能刷 那就是发条 我觉得发条比维克多好一点 因为发条还能配突进 但维克多其实打团的时候手没那么长 就是熔岩加发条的这套组合 来雷克在这个位置 直接被定到死 人头给到的是 金克斯这个位置特别好 又定到一个 看金克斯这个位置还能再拿人头 戏法被套 徐若石头直接大进 塔那将戏法 大死在塔下 角约女神之后有没有机会进场 给自己一个月亮护盾 这不敢进到 还好现在莫甘娜刚刚刚过来 但石头人再次被Q起 同时角约也被莫甘娜Q到 我觉得他们刚才直接走就好了 结果该得上了 角约刚才有点冲动了 金克斯再扛他 回来 这样下路二塔应该也要掉 这座塔掉后 金鸡应该会拉开到 12000块左右 就对方刚才是剩下 朱妹加辅助加金克斯 简直是完美搭配 一个肉在前面坦 然后一个辅助给AD加水 加Buff 莫甘娜还从侧面过来 这种时候角约肯定是不上的呀 而且那个时候 莫甘娜已经开始往下路赶了 也没什么机会 他们人引力先杀了 是的 莫甘娜现在也是做出 中亚沙漏装备有点好啊 304的莫甘娜 152个捕刀 他这场其实Q的命中率还挺高的 对 而且这场 没有受到太多的压力 说实话 都是在给对面压力啊 开W 其实开W这个A的萌萌的 你看 没有了 他是两手一起拍 这个皮肤还挺不错的 合心装备嘛 现在石头人这个出装 确实对对方针对性不大 对 他们主要就是必须得突死对面ADC 但是对面这么多保护的情况下 石头人又是出了这种装备 很难抓到 给上反魔盾 中美这边没大招 上来吓唬一下 尼克斯也拿到了红尼克斯装备 现在非常豪华 二十分钟的时候 两件套将尽全在手上 这个红敢不敢打现在 上面刀妹也过去了 对 不敢打了 这个红应该是不敢打了 看惩戒 拼惩戒 两个人都是实戒 惩戒 惩戒到了 惩戒到了 猪妹是没惩戒的 刚才来说 直接Q到的是石头人 减速挂到 艾瑞丽亚E到一个减速 侧面的位置 Q到了 女坦极限距离 走进草里 看到你 先给自己反魔盾 护的女坦 又被Q起来 应该是跑不掉了 最后是被莫加纳的停A收掉 那上路的二塔可能也危险 哇 金克斯现在Q等级起来之后 隔墙的这个射程非常远 而且疯狂暴击 对 脸有点好 克美已经超过来了 这两个人要被包夹了 大招大步出来 究竟此人刚才收掉石头人 还好是反魔盘护盾顶掉了海潮涌动 上路的第二座防御塔 还好兵线迟迟的没有过来 还是猪妹这边是 稍稍扛一下 他血量挺多的 出了现在还算是配龙渣很好的 是的 我这边直接要卡下强杀了 我金克斯这个输出位置太好了 就对面完全突不到他 阵型站的确实非常不错 而且金克斯他一打团 对面能突到他的时候已经残疑了 然后他一收就又触发被动 很难很难切到706的阵子 太豪华了 十多人有大的哟 十多人 控制连上了 对 刀妹晕 对 纳梅的Q技能 这一套云 然后被破 22分钟的时候 已经拉开到了16000块 这场想翻其实确实比较难了 因为十分钟的那个时候 金帝已经领先4000了 对 而且主要是这个阵容没错 再加上对方的阵容是打了后期很厉害的 对 就是我想说就是一样的 baby team这个阵容没什么翻盘点 没有 如果是个AP石头人 我觉得他中期秒一波对面大野 AD可能能够反推几个塔 就是那种 一个大QE AD就死的那种石头人 就 那个 角月和 这个石头人强行秒掉一个吗 就秒一下AD之后 说不定能够一次拿两个外塔 但可能 最多也就这样了 可能能把经济搬回来一点 但对面这个阵容还是 但是就算你杀了一次 他金帝有这么多人头的话 打的后期还是比较好打 是的 当时 就明火山的时候 然后大家说 明火被山影响比较大的 首当其冲是小法 看别人 然后第二是妖姬 然后第三就是AP石头人 对对对对 有点可怜 躺枪啊 我 我招你们惹你们了 哎 这个夜 仙人指路指的位置 咬指信花村 哎呀 石头人大招大到一个爱瑞丽亚 但究竟是人家收掉了 而且提早就给到了钢锅 血量被回起来之后 爱瑞丽亚强切ADC 还有大招的存在 治疗加上Q技能没能 CG侧面金克斯已经起飞了 双杀 就烈士局的辅助放眼 基本上要不就队友只能卖了 对 之前柚子不是发挥一张图 想去救的话 就是基本上就是满一送一 之前柚子发一张图 说烈士局去大龙作演的舞 然后就是一个狗在那个地上崩跑 后面一群狼 太疼了 对然后一个狗在地上崩跑往回跑 那这波击杀掉对方两个人 就直接上高地了 水晶一推 上中两个高地都已经被破了 现在可能要强拆一下这个塔 对面轮子妈亲信还是比较快的 那这样可能就要回头先去打小龙了 聘了小龙 小龙刚刚也是刷新了 冰线有点打 他推出来了 他们直接打大龙了 因为旌旗又是确实太大了 对而且这种打大推手 那么雷克赛看样子好像想去赌一波 但是对面打的还是比较快的 过来看来不来 有一点点机会 有没有 一下来看成就抢到了 哇 本场的亮点 是的 虽然自己被收掉 但抢到了 诸美没惩戒刚才 就没有用惩戒 他有惩戒也没有用 这波抢到大龙还是挺赚的 而且这波其实蛮不错的 因为刚才他等级比较低 他抢龙以前是11级 第一级的话惩戒是差40点伤害的 就这样还是抢到了 其实蛮不容易的 如果对面不去管的话 其实抢龙的成功率还挺高的 心理压力比较小呢 嗯对 就越是这种情况 其实压力越不大 再加上现在 这种优势局 一般都会飞一个人 上去管这个打野 对现在抢龙的这种事情 其实打野慢慢的 就是比赛看多了 跟打多了 都有技巧的 就是一般在抢龙的时候 先交惩戒的人 比较劣势其实 除非你能稳稳地把它惩戒掉 不然先交惩戒的 就是一般的套路 都是等对方先惩戒 你再惩戒 但反应一定要快 当然说了这么多 7分靠运气还是 主要是如果你把一个人 把他控制在上面 下不来 比如就是什么 女刀锋把他抑住啊 或者莫根纳在那边Q住啊 他们只是 也没觉得对面能抢到 所有人都在打龙 说了这么多 抢龙还是靠脸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拘泥于 这种东西 我要什么因为抢不到就怪队友 哎呦 这个石头人现在没魔抗 莫根纳这一套QW 直接下半了 这个血量 女坦在边上 纯纯移动 指到了 指的是西法 大招定不到猪妹 雷克在进场 金克斯位置太好了 这边赶不到金克斯了 如果这样的话 他肯定是一个收割的局面 是的 金克斯位置太好了 这一波凸下来的话 是自己三个前排 尽数被杀 毕竟他射程远吗 这个时候装备太好了 现在打前排太快了 这波杀掉对方三个人 自己这边的话 虽然坦克血量不是很足 但是 起码是五人存活 而且中上冰线已经过去了 艾尔利亚已经不讲道理了 直接Q上去了 给上虚弱 哇 金克斯这个暴击 直接连出三暴 把对方那个AP给暴死了 对 这样三路被破的话 应该是没太大体位 虽然在最后 野猪是抢到了大龙 博德满堂财 但是依然不能改变 即将被推掉水晶的命运 金克斯在塔下再次收掉石头人 触发最后快感回升点 哇 这个暴击是剑射死了女产 艾尔利亚是来回再切这个形态 其实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首快的玩家 金克斯打到中后 其实可以就是大炮位一下 然后净枪一架 大炮一下净枪一架 这样攻击是不变的 这场应该说 EBB取得了非常大的优势 没错 当然也不乏亮点 先恭喜EBB取得力 好优优独播剧场——YK